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说八道 有真实的史料为证的 1650年的时候 我国还是顺着年间 国历还过得去 作为小国 依附于大国的脚底下 虽说没有骨气了一点 但好歹能够免于战火 因此当时的朝鲜便依附我国 成为藩属国 作为小国吗 就要有小国的觉悟 比如没事进贡点美女啊 珍宝之类的 逃逃一下 当朝者 总之没什么坏处啊 可坏就坏在了进贡美女这件事上 当时清朝的摄政王还是多尔滚 这可是各十足时的好色之图啊 要不然怎么会和太后搞到一起去呢 所以啊 虽然朝鲜王室态度特别好 敲锣打鼓的宋美女 可却压根露不了多尔滚的眼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美女真的长得太丑了 如果看过韩国女没有整容的图片的话 大家应该会发现 方脸是他们的标配 一点都没有小巧玲珑的精致感 而且现在的人口可以说是 和无数外国俊男美女基因结合以后的产物 都没有好到哪里去 就别说几百年前了 据说当时朝鲜美女到的时候 多尔滚猴急得掀开车帘 差点没给气死 当场就发怒头 让人把这些女人送回去 并且撂下来一句话 大概意思就是公主太仇 侍女也仇 这个国家一点诚意都没有 该上当场朝鲜来的使者 陛下的劈滚尿流 立刻又打来和亲的 女人都拉了回去 其实多尔滚这话说的就有些不客观了 人家朝鲜还真是非常有诚意的挑选啊 很多美女可无奈他们国家女人的资质太差 人家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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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朝鲜